LAYO 柳世紀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看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是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村民宿呢 所有的資源採集攜帶量 都是加3的能力 所以他吃這個羊肉呢 可以倒了13肉才需要再放一次 不是倒10肉就放一次 這個效果讓阿茲特克的前中後手 做一個經濟不錯的加成 阿茲特克人屬於一個步兵文明 他也是南美中老英國 爆老英速度最快的文明 整體而言 阿茲特克人主要是要打老頭 跟步兵還有戰毛兵為主的文明 當然他可以打強弩 但強弩的部分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部分會稍微弱了一點 那戰毛兵的部分則是有直毛器的加成 讓他的戰毛兵射程加1傷害加1 那這個效果打對方肉麻或是強弩阿 都是非常有用的 畢竟多一攻的戰毛兵是連肉麻都可以秒掉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築 的效率是非常快的 不管是要蓋城堡阿蓋軍阿 或是塔弓阿之類的都很厲害 那西班牙人他的特色單位 是這個西班牙征服者馬上火槍 可以在騎馬的時候 邊射火槍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那西班牙征服者算是 以阿茲特克來說也蠻好對付的 因為阿茲特克人的對付方法就是用戰毛兵跟老頭 剛好這兩個又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天敵 所以本身來說這場對付 Z40是稍微有點弱勢的開組 那我們再來繼續講西班牙人的特色 那西班牙人的特色是他的兵工廠的 升級是不需要耗費黃金的 所以只需要肉類就可以獲得這些工坊的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他們也研發一個科技 不管是伐木阿 織布阿 獵王技術 都可以獲得20黃金 所以西班牙有一種很特別的打法 就是均勻快攻 三棒棒 升裝甲 因為你每點一個科技都可以獲得黃金 甚至補到四裝甲都可以 那這部分是還不需要花金的 除非你後續要再打一些小工什麼 才需要去玩 那這個戰術之前有一陣子很夯 現在已經比較少見到了 目前看到西班牙人這邊是 果子在右邊 黃金在下方 石頭在右邊 上方 黃金在右邊 還有一個在左邊 看起來地圖還算不錯 因為他有兩塊石頭 那有一塊也在後方 還有附近在左邊 目前看起來至少是60分合格 合格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 金跟果子都在後面 就算前面石頭被封了 也可以在後面挖石頭 小微的部分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剛剛認為這張地圖算是不錯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阿茲特克這邊 黃金在前面 果子也在前面 當然有一個附近在後面 石頭也在左邊 有一塊在右邊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也算是還可以 並不會太差 而且他的墓區是比Z40這邊 西班牙人多了一個墓區的 如果不算前面墓區的話 也有兩片墓區可以用 看起來跟Z40的地圖是差不多的 可能是50分 勉強的話也可以算是60分 那50分的原因還是因為 這個金跟果在前面 還是比較容易被騷擾 那如果你正面金圍好的話 可能就OK 但是這樣地圖看起來是不太好圍的 可能是要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子圍過來 或這個圍到底 然後右邊這邊圍圍圍圍圍圍圍 直接圍到底就好了 圍一個口字型 稍微有點口字型的感覺 那這樣圍的話還是需要 耗費大量的資源才可以圍得起來 好我們先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然後我想看到阿茲特克人 這裡是木頭補到了五個 然後果汁呢 繼續採 然後是五個人吃過 然後拉了伊村去蓋新的伐木場 好這邊補到八人伐木 然後通常我會建議補到九個 會比較安定 好這應該是九個沒錯 對這應該是九個 上面五個這裡四個 這邊現在八木開局了 太難轉出自己想要的資源了 就是你要轉這個肉碼 或是要轉射箭場 冰工場 然後或者是士騎 或是要圍家蓋房子 你伐木的話會有點極限 所以現在一律都繼承九木 上封建會比較好 好這邊稍微把自己家裡維持 那西班牙這邊一上封建時代 打一個肉碼開局 那我們先看到Z40這邊是點下的一擊伐木 肉碼開局往前走 好那看到Z40這邊 肉碼已經在前面 已經偵查到了阿茲特克 是要來打工兵開局 防禁也已經開始在挖了 那老鷹的部分 只按了幾隻 並不是要大爆出這個老鷹的 他的這個配金方式是四人配金 五人 五人配金的話 可以偶爾按一下老鷹 但工兵如果要不斷的話 就只能單純按工兵 然後老鷹偶爾按一下 這樣金才會比較好撐住 那待會出來的村民 就直接設在這旁邊的灌木蟲 這個TC附件的這個木頭 去伐木 然後有60木頭的話 就可以去撒農田 藉此讓自己經濟更好一些 這邊阿茲補了非常多的房子 這邊房子直接補到40人口 剛剛稍微有點卡住了 那這也是南美洲文明 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在前期可以爆出大量的部隊來 而且都是蠻難慘的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老鷹傷害比肉馬差 也跑不太於肉馬 但如果他搭配一個前壓工兵 然後直接壓在你門口 你要解這一坨兵也不太好解 一定要轉戰毛兵喔 OK 那Z40這邊果然是轉出了戰毛兵 好 稍微往後拉扯一下 想要打小鬧 好 那如果阿茲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遇到戰毛兵就只能先撤退了 當然也可以爆出更多的老鷹 去抓這個戰毛兵 當然戰毛兵的部分可能也有點 有傷害 所以一定要點下這個一級的步兵鎧甲 那搭配阿茲就不用再按工兵了 直接全部按老鷹喔 往上硬貼就可以了 但傷害來說還是會比肉馬差了一些 所以數量一定要夠多 但是現在阿茲特哥來說 這個文明是比較好爆老鷹的 所以他要趕快再補幾個軍銀 所以比較好 OK 馬上就補了 好 這邊稍微看一下這邊的細節喔 都已經壓在臉上了 這就是為什麼 這張地圖有可能是50分的原因 人家還是有可能會壓在他臉上了 所以這個 金在前跟後還是有 有點關係的 不是完全沒關係的 好 那老鷹這邊就去爆 那這邊阿茲就要考慮要不要去點一級攻擊力了 畢竟有一級攻的話 可以跟肉馬傷害一樣 就可以跟肉馬互相傷害了 而且血量來說的話 也比這個肉馬還要再痛一點 再多一點 多了5滴 那遇到這種情況阿茲就只要爆出大量老鷹 A過去就完事了 反正毛病打你老鷹也不是很痛 因為老鷹現在已經來到了遠房3了 即使他點下一級射也是3點 那最主要點這個一房 是要來扛這個肉馬的傷害 OK 正面互打看起來老鷹開始壓制了回去 好 這邊阿茲示範非常好 如果對方一個兵種壓制你的時候 該怎麼反制回去 就是單純爆老鷹就好 記得要補充影 就是這些細節而已 那你只要掌握這些細節之後 你就可以足夠抵抗對方的封建爆兵壓制你的打法 但Z40這邊也不是完全封建OE 他只是小打小鬧 但沒有想到阿茲這邊 工兵軍團加肉馬馬 加這個老鷹馬上就被瓦解了 畢竟有出毛病 畢竟Z40他現在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玩家 他對於這些戰術應對來說 他都也很了解 該怎麼去反制 好 那目前看到Z40 是已經點上了城堡時代 阿茲特克這邊慢了大概30秒左右 那Z40呢 也是我們台灣職業選手TAG的成員 他的實力最近越來越猛了 真的覺得天空熊跟Z40 是我現在心目中台灣前二強的選手 第一名跟第二名 誰是第一名不好說 他們兩位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台灣第一名 因為不算克勞德 當然克勞島也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但是克勞島現在已經隱居二線了 他已經退到當教練了 所以我們不把他當選手來看的話 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 應該是Z40跟天空熊 他們的打法也是非常穩定 偶爾也會拿出一些開稿戰術 但是他們的前中後期 還是處於一個比較安定的狀態 這樣是會非常有利於他們去爬糞 或是在賽事中取得一些亮眼表現 所以我覺得打四季地鼓 需要的一個很好態度 畢竟Viper跟Hera 他們的生涯獎金 都是世界第一高跟第二高的 但是開稿的DOT呢 他卻只有14萬 14萬美金 那Viper是33萬 Hera是23萬 所以穩健型打法還是 這個遊戲的主要玩法 畢竟防守的成本 總是遠低於進攻的 你進攻要消耗太多成本 不如就穩穩農 農上去 打個觀念大局關 戰術多線 更有利於穩定爬糞的效果 那目前看到阿茲特克 左邊在開下的城市中心 那阿茲這邊也是轉農囉 轉3TC開農 然後打一個肉馬正常營運 那勞鷹的部分 出的數量還不是非常多 而且鷹勇士還沒有點下 那鷹勇士在這個時期 是很難點的 因爲他出了這麽多的老頭 這個4級也沒做經濟調節 待會他還是要先撒下一堆農田 才有可能 去轉出鷹勇士了 當然打老鷹的話 肉的話 需求是不需要這麽多的 但是他還有2防六點 還有2公料點 還有這個輪軸啊 二級農之類的多少點 所以這邊農田 勢必是少到少到25片田 甚至30片田 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我們這邊看到 西麥 這邊是轉出了騎士跟肉馬 那肉馬的部分是要來針對後方老頭 但是阿斯特克人 沒點一個老頭科技喔 血量都會加5滴血 現在老頭血量來到55滴 那這邊看到 對方老頭數量有點多 Z40有點被壓制回去 這老兵想要偷點 但是點不死 對方的毛兵 不是毛兵喔 這個槍兵 結果讓自己的毛兵全部送死 結果老頭也被戳到 老頭沒有撤走 喔!Z40有點尷尬 這一波老頭沒撤走 有點小小失誤阿 這邊看到兩隻老頭 是不是卡在這裡 還是他是故意放在這裡的 撿完聖物 還有一個拿著聖物的老頭 這個是嗎 喔不是 都已經放完聖物了 那西班牙的招響也是特別厲害的 他只要點一下銀貫技術 自己的傳教士 騎鱗生力 就會增加這個 招響的速度 但以實戰上來說 看到傳教士出來的機會 是比較少一點的 由於現在西班牙 我們剛剛卡特有講到 雖然他有西班牙的征服者 但是他很害怕 阿茲的戰毛跟老頭 所以Z40這邊決定 打一個肉馬配騎士的策略 但打這個策略的話 還是有風險 畢竟對方老頭數量太多了 騎士可能會被全部招掉 肉馬的話 可能也沒有辦法 很好一瞬間 解掉這麼多的老頭 所以這邊最好的方法 就是插城堡 去防守會更好一點 那Z40這邊決定 要來打一個老頭戰爭 打了一個贖罪思想 那贖罪思想這個科技 是可以來招響敵方的老頭的 他這個效果非常好 那阿茲這邊點一下救贖思想 開始來招響Z40 西班牙人這邊的建築物 好 但是現在老頭可以反制回去囉 這邊老頭會不會注意到呢 唉唷 招響掉了 Nice 兩個老頭 直接變敵方 變武方了 好 但是馬舊的部分 還是被招到了 這樣阿茲就可以爆馬了 阿茲有沒有打算來爆馬一下呢 阿茲馬爆戰術 有沒有料 好 那Z40這邊開始轉出步兵喔 那步兵這個策略呢 相當好 對方老鷹跟槍兵喔 都是害怕步兵單位的 然後這邊直接轉出常見兵 開始反制回去 OK 而且常見兵被招走的話 也沒那麼心痛喔 因為黃金只要20塊而已 但是敵方阿茲呢 也是轉出了 這個贖罪思想喔 所以西班牙這邊的老頭呢 也開始被招響掉了 這波壓力扛起來 但是弱馬直接被夾住 開門 進去無三櫃 哇 全部的人都進來了 怎麼辦 後面這坨騎士 不敢做任何事情 後面老頭太多 不知道招回來嗎 要不要自滴 哇 來不及自滴 騎士直接上前硬開 擋住了這波的壓制 這波騎士當預備隊非常有用 好 這個騎士喔 不一定一定要往前衝 放在家裡 可以當個守備軍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Z40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用自己剛剛纏出來的騎士 守住了這波壓制 城堡蓋在位置也是非常OK 守住兩棟城市中心 農田部分可以繼續運營 升到了帝王時代的Z40 準備要來打什麼呢 來看下去 阿茲特克這邊也快要升到了帝王時代了 那以聖物來說呢 是Z40拿到三顆聖物的優勢 那阿茲呢 只拿到兩顆喔 那就還不錯喔 畢竟阿茲的聖物呢 有團隊加成喔 可以讓這個聖物的 產出黃金量更多一點喔 阿茲的四聖物喔 等於五聖物的概念 非常厲害喔 還好只拿到兩個聖物喔 就是2.5顆聖物的概念 那這邊有三聖物的西班牙 黃金上後期還是有點優勢的 Z40這邊直接點一下異端斜縮 那異端斜縮這個科技呢 最大的特色喔 就是他被招翔之後呢 自己的單位喔 被招翔之後就會立即死去喔 就不會變成敵方單位了 但是他這個價格非常貴喔 異端斜縮這個科技是需要一千黃金的 所以這邊Z40也算是大手筆喔 有點想要針對阿茲特克的一個老頭打法 這邊常見面往前 看到中線已經蓋了一根城堡 那待會Z40也可以考慮喔 在這邊去補一根堡 或是在這邊補一根堡 左右兩邊跟堡 這邊高地還可以守這個PC 好 就不會是要補一個正前方 更近一點的 因為他這邊是看到阿茲還沒上帝王喔 但這邊帝王 對方剛好已經上了 馬上補下的印刷技術 還有神權思想和啟示 思想 神權政治喔 錯了 好 神權政治這邊過來 看到對方轉出的是暴龍士 暴龍士打西班牙的雙手劍兵非常厲害 但是這邊直接吃到了城堡的箭矢傷害 後面老頭趕快先撤掉 好Z40用自己的老頭招翔到了兩隻暴龍士 好 當然西班牙這邊也是轉出了印刷技術 神權政治喔 趕快點多點了 待會再點一個啟示思想 基本上西班牙的招翔線喔 也ok了 對於西班牙來說 要處理阿茲特克的老頭 並不是非常困難的 這邊轉出大量的劍兵有事 然後後面再轉出大漏馬也是ok的 畢竟Z40這邊的垃圾兵喔 都是全滿的喔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所以轉個大漏馬出來打這個老頭 也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目前現在要穩住軍心喔 自己的正面部隊不能太少 所以可能還是要再轉一些正面部隊扛一下 哇 兩千多肉 好Z40這邊好像在等黃金 要來點劍兵勇士的升級 ok 點下了 果然 那阿茲特克這邊三級板甲也上了 暴龍寺的部分還沒升到精銳 現在有點缺肉 正面城堡拉了非常多名村在修理 這裡修理的村民至少要超過20隻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喔 23隻 那一定修得回來 23隻的村民修城堡是可以擋住3巨頭的 4巨頭的話有點極限 真的是有點極限喔 反正4巨頭要到25至30村喔 那5巨頭的話就要35村以上了 所以 這邊兩邊都在大傻地 瘋狂消耗石頭 石頭消耗得非常快速 那劍兵勇士升級上去 3級公典在研發 可以分半 阿茲特克這邊補下金冠龍冠戰爭 龍冠戰爭點完之後呢 自己的步兵單位會再額外加4點傷害 那這個效果連自己的槍兵也吃得到 所以阿茲也可以稍微補一些槍兵 在旁邊偷偷戳一下 增加一下傷害也OK 畢竟全暴龍士的話 量產黃金跟升級金銳 都是蠻大的負擔的 好來看一下這波大戰 畢竟有沒有控下巨型頭石器去砸後方的老頭呢 看起來是有喔 後面頭砸 先打的是後方巨頭 但正面部分 畢竟的金冰龍士 全部被爆的是 打破頭 頭破洗流 哇 全部正面潰敗 畢竟這波被壓制得有點慘 巨型頭石器想要偷打老頭 但是老頭一直有在移動 那邊巨型頭石器現在要拆裝 可能也來不及 因為後方老頭也在持續著想 但是阿茲的老頭陣還是非常多 後面老頭巨頭前補 畢竟出來招牆前線剛出來的劍兵勇士 那劍兵勇士一被招牆之後就死去 前方的暴勇士一直往前途徑 解掉了Z40的五巨頭 好 但是阿茲這邊的巨型頭石器 沒有控的很好 把巨型頭石器控在左邊的位置 哇 這樣子有點尷尬喔 這跟城堡有機會修回來嗎 哎唷 差一滴 哇 50血 他有修啊 好拉了一存修一下 好不然這個寶早就到了 早就掉下去了 好 OK 那西班牙這邊轉出了化學 那化學這邊是要打什麼呢 打火槍的話會被 後面的老頭著想 喔 騎士出來 完蛋 騎士有機會嗎 好這邊利用更多的劍兵勇士 直接爆上去 爆弩士雖然不夠多 這邊的西班牙 劍兵勇士 直接 A上了 阿茲特克的老頭 阿茲特克的老頭 直接瞬間 餘命 非常多的老頭 直接暴斃 哇靠 這一波 Z40突然 一秒反擊回去啊 這一波反擊打得非常漂亮喔 好那阿茲目前 轉出了精銳爆弩士 發現沒有精銳還是不行了 那野精的部分呢 他要趕快去控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剛剛兩邊喔 在這邊城堡對決了 所以讓這個 石頭消耗得太兇猛 現在要去控土的話 只能去偷採了 或是插一根劍塔 稍微防一下 OK 果然阿茲特克要來偷一下野礦 左邊的部分 阿茲也是 拉了幾村去偷啊 那Z40這邊有點 有點慘喔 黃金有點快要不夠了 待會再繼續打下去 黃金還是會繼續消耗 沒有去拿到這些野礦的話 可能會沒有辦法再戰喔 阿茲在裏補下了二級挖金 這一波聰明被劍兵勇士抓到 老頭開始往前補 Z40的劍兵勇士 西班牙打劍兵 觀念非常好 這也是四季帝國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你玩四季帝國 文明特色喔 不一定 一定要強制自己打 被建議像是 遇到對方可以 針對你的文明特性史喔 你還是可以轉出 像步兵阿 工兵之類的 這就是全能型文明喔 會比較好應付的一個地方喔 但是西班牙人來說 他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基本上什麼都能打 就只有工兵不太行 但是他還有火槍 可以用 還有這個火炮 所以整體而言 但是DC來說 他可以進行反制阿茲特克的各種打法 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阿茲也可以 克制他的一些特殊單位 像遊俠阿 或是西班牙生物之類的 但是 阿茲的正面 對於暴龍士來說 還是需要非常大量 才可以擋對方的劍兵勇士 所以現在阿茲的一個重點喔 就是要把自己的城堡好好保留住喔 城堡被拆掉太多 沒有暴龍士的話 基本上就是Z4里十拿九穩喔 當然前面兩邊消耗石頭 夠多的關係 所以阿茲特克這邊頂多在補一根城堡 就是極限了 畢竟地圖上的石頭支援是有限的 好 看到上方的劍兵勇士 拖到這一坨的暴龍士大軍 讓自己正面有機會 拆除正面的城堡 火箱這邊也慢慢補了上來 這邊直接轉火槍兵相當正確喔 畢竟火槍兵打步兵額外增傷 非常多的 而且量產喔 也比吸增還要快喔 所以Z40這裡也沒有 非常執著於要打自己的寶兵喔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很多 也不是很多阿 就是有些觀眾會認為說 玩這個文明就是要玩他的寶兵特色 當然這樣講也是沒有錯的 但是遇到一些情況下 還是要去認識狀況 去應付狀況 解決問題 才是重點喔 不能太陰藥 就是陰藥用這個寶兵打到底阿之類的 所以這遊戲的轉兵跟配兵喔 是一個非常難的課題阿 即使到2000分3000 2000分的玩家們喔 還是會繼續學習各種的兵種搭配喔 還有這個戰術選擇喔 阿之特克這邊是轉出了三級弓 彈道學還有30秒 還有三級射 這邊果然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兵拿來打對方的火槍 還有老頭都是相當好用的 打劍兵游士有點扛不過去 魚人劍兵游士現在新增軟甲科技喔 遠方來到6點喔 基本上的戰毛兵只有7點傷害 點出紫毛器的話是8點喔 所以打一下只有2滴而已 但是暴龍士扛這些劍兵游士的效果還是非常的優秀 直接壓制了回去 但是正面農田喔 這裡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阿之特克的村民數還是目前領先的 這個問題目前不大 西班牙這邊轉出了金冠霸權科技 霸權科技點下之後呢 村民的血量會增倍喔 攻擊力會變成3加6 反物力的話是0加3 0加4喔 能力來說是大幅提升喔 你可以用村民喔 直接去守司這個料王塔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就是霸權獲得之後一個很強的能力喔 但主要是通常喔 點霸權是為了提升村民的生存能力喔 他可以即時應戰的能力 我個人認為西班牙的霸權 打到後期喔 偶爾也可以點一下喔 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你的村民存容率夠高 也可以即時去反制一些弱馬啊 之類的單位喔 好 那目前第40把所有兩邊的礦區都奪了回來 看起來阿茲已經完全斷金了 那現在只剩下露的狀況 阿茲特克人只能轉出 戰毛兵 或者是槍兵單位了 那目前看到這個情況喔 可能槍兵單位要多按一點喔 雖然這個槍兵會被劍兵勇士給砍爆 但是至少他的傷害喔 有這個熔斷戰爭喔 稍微可以補足一下 畢竟戰毛兵是打不動 劍兵勇士了 但目前阿茲特克是滿人口狀態喔 所以這個部分是暫時不用考慮的喔 我剛剛說的這個東西是等 暴武士真的是全部被消滅掉了 才需要去轉 好 那西班牙這邊還點下了銀罐 畢端審判 等一下來出傳教室了嗎 好 那目前看到 上方火槍兵開始突圍進去 左邊分了一隊喔 左右兩邊左右開工 準備要來搞一些 入侵 多線騷擾了 好 那這邊肉麻開始往後 開始鬧 但是家裡補了一根新的城堡的關係 新刀充出去 要大鬧東西還是要應付城堡 但是這個巨頭拆到了 哇 哇 阿子有點衰 但是正面的暴武士 還是打爆了霸亮的弱馬 西班牙在裡面 沒有再繼續轉出更多的 劍兵勇士 反而轉出更多的弱馬 那目前ZC的想法是 使用自己的老頭 加上火槍喔 去反制暴武士 那弱馬部分呢 可以去打對方的戰毛兵喔 那這個策略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更省黃金喔 配死這個打法是OK 但火槍兵要稍微控一下 老頭能控就控喔 就是有點忙 講實在 這個打法真的很忙 好 到後張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在後方招了 還是有少量的暴武士 進行防守 這應該是擋不住 按正面暴打一波 自己的戰毛兵 一直往前 瘋狂點了前方的火槍兵 好 這邊戰毛兵控得很不錯 哇 這裡暴武士要被逼回去了 OK 看起來暴武士還是略勝一籌 數量非常多 但是數量 欸 不對喔 數量怎麼只差十幾次了 後面那個已經被解掉了是不是 OK 右邊還有一些衝射開始主入進去 這邊大羅馬 快要扛不住了 阿茲特效這邊防止來到直上155人口 他快要在補一些防止 那你先補槍兵喔 OK 阿茲果然補上了槍兵 那槍兵的部分呢 有十二攻的傷害喔 那阿茲的槍兵呢 也是私底果裡面喔 死一死二充的槍兵傷害喔 但是我心目中我最強的槍兵 還是這個緬甸喔 緬甸的躁魚槍兵喔 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 那看到後方這個衝尊 直接衝到後方 想要去頂到後方的農田 但是發現後面一片田都沒有 這時候才會開始灑出來喔 好 那正面就去使用槍兵 加上戰防兵防守 Z40這邊存了兩千多塊的黃金 沒有再立即轉兵出來 這邊是想要先試探對手 看對方是轉種兵喔 然後再加以反制喔 那目前只用洛馬去騷擾 也是可以用到非常好的效果 好 那目前Z40看到後方補了很多新的農田 這邊洛馬的目標可能是正後方喔 這個洛馬怎麼在跳Discord 啊 不動了 哇 助手模式 Z40這邊超出一點失誤 然後洛馬直接被槍兵搓成白癡 我這波打得有點極限喔 哇 洛馬被抽光才發現 哎呀 原來自己沒空好 沒有關係 支棋林這邊還是相當有優勢 目前看到阿茲完全斷進的情況下 真的是在用垃圾兵喔 扛到最後 槍兵跟戰矛都有這個增傷效果 所以阿茲的後期垃圾戰術也不會太差 但是沒有黃金就不能攻城喔 這個部分阿茲特克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目前他也沒有辦法考慮攻城這個選項 這其實現在是完全被壓制的情況下 要攻城也是相當不容易 對於打垃圾兵來說 尤其是阿茲特克喔 其實西班牙可以轉火炮啊 投石車喔 或是火炮都可以考慮的 我是覺得打火炮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西班牙是火器文明裡面喔 攻速最快的文明 對西班牙這邊轉出火炮來反制後方戰矛兵 偶爾可以打一下正面的這些槍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那目前自己這裡沒有打算要轉出更多黃金兵種 先使用肉碼去跟對方進行交換 自己也轉出了戰矛兵進行反制喔 那戰矛兵現在攻防還沒有升上去 還需要一段時間 這個地方就是西班牙很厲害的地方喔 升攻防不需要任何黃金 這邊省下來支援喔 待會後期再轉遊俠 給對方致命的一擊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OK 這邊包圍 前方的槍兵數量越來越少 但是肉碼的部分也是往前貼 好 二後方有關之後槍兵抖過來 衝車沒有打算要停止進攻 讓阿茲特克拉的村民壓制的過來 左邊阿茲特克也在打多線 偷偷到了第四領的村民 這邊也拉了兩隻肉碼偷砍後方的 挖木頭的村民 目前看起來阿茲特克家裡的話 被挖乾了 只能到外地喔 去拔木喔 阿茲特克這邊補下的話 隨著戰防兵傷害變成3加5 8點傷害 而且射程是比西班牙這邊射程 還要更有優勢一點 好幾點才對 這個三級射不知道哪時候才可以補下 OK 第一次零稍微有點被壓制回來喔 難道Z40會被逆轉嗎 應該不可能吧 這把已經逆轉再逆轉了 再逆轉一次不太好吧 這樣有點奇怪喔 應該不太可能會再逆轉吧 我是覺得這把Z40的劍兵勇士喔 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其實阿茲這邊遇到劍兵勇士 可以說是直接崩了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Z40不去打劍兵勇士就 喔他繼續打喔 我們要記住一個口訣喔 劍兵勇士是垃圾兵殺手阿 不管是砍肉麻啊 砍槍兵啊 砍戰錨都是很痛的 但是你看這個戰錨兵 直錨器傷害 讓這個劍兵勇士血量也是會有點下降 OK 果然這邊砍爛 好這邊轉暴勇士 但你沒黃心怎麼轉 OKZ40劍兵勇士往前A 沒了 看起來也沒了 我不相信 阿茲特特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反制這一陀劍勇 OK打出了GG 哇Z40出了225隻的劍兵勇士喔 這個打法相當驚艷喔 這也是穩健型玩家喔 該有這個 一些大局官的判斷喔 什麼時候該轉手兵 然後什麼時候該繼續出原本出的兵 這裡就是頂尖選手們喔 會 會有的一個特殊技能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 西班人這邊拿到了木材食物 黃金的勝利 整體的資源贏的快要2萬喔 非常厲害 生物部分呢 則是贏了大概500左右 畢竟阿茲呢有生物加成喔 所以黃金的部分不會輸的太多 那軍事方面呢 是阿茲特特更勝一籌 畢竟剛剛西班人的Z40 出了太多肉碼 送了好幾波的肉碼進去了 但是最後呢 還是由Z40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真的嗎 請離開